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圣师师定主教 也就是圣奥师定的纪念日 古人曾子说 无日三省无身 我们是否也像圣奥师定一样谦卑 时常省察自己,是否骄傲 让今天8月28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测探骄傲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 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 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 你们众人都是兄弟 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 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 就是墨西亚 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 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 感谢天主 今天,教会纪念圣师、私定主教 更普遍地被称为圣奥斯定 他在归依基督以后 执行主教圣旨 不为圣教信道 抗拒各派异端邪说 是圣教会内最伟大圣师之一 我们或许会想 如果圣奥斯定对教会的贡献那么大 教会也如此敬重他 为什么今天却会选择这一篇福音来纪念他呢? 耶稣在福音中教导群众和门徒们说 不要被称为拉比 不要被称为导师 甚至要求他们不要称人为你们的父 这违背了普遍的社会规范 甚至教会 我们习惯称呼斯多门圣父 很明显地没有按字面实行这个命令 今天就让我们邀请耶稣 向我们揭示 他说这些话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能会发现 有些时刻我们会特别仰慕某人 也许他是一个善良 成功 聪明 有爱心的人 他们的为人和行动 向我们展示了生而为人 更大的潜能 但当我们将那个人理想化 而忘了是天主 在那个人的身上工作 把他当作我们的偶像时 危险就来了 人毕竟不是天主 他再好也有软弱 也会受诱惑 也会跌倒 这时候 如果我们盲目地听从这人 而不将我们从这人学到的 与耶稣的价值对比 我们很容易陷入魔鬼的陷阱 耶稣不希望我们上当 盲目跟从偶像 因此 他邀请我们 从深处 测探我们 骄傲的雷达 一个真正跟随天主的师父 会像奥斯定一样谦卑 即便聪明 也不会认为自己都对 都会 你测试到的是 是谦卑还是骄傲呢 请品尝圣言 你们中那最大的 该做你们的不义 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让我们也在生活中 火出圣眼 当你赞美别人 或被别人赞美时 马上想到要感谢天主 因为一切都是他所赐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原来你是所有师父的师父 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好 全都来自你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